广东顺德 一说到顺德 你会想到什么呢 喂 龙顺呀 龙顺呀 西班农 大天天大 雷东 对于我们 当然是说不尽的美食了 那么肚子空空的中午 要吃些什么好呢 大家好 我是道学师杨树生 我是沐桑 今天中午呢 你想想 咱们来了顺德 尤其像我 抓心脑干的 想吃一个东西 请问让你抓心脑干的是什么 好多年了 一个东西让它垫你好多年了 它有什么特点 它的特点就是 哇 香了 嚼起来脆呀 这个汁 那个咸甜香 很爆瓦一样 上面盖的东西 那就一个合你心意呀 这个东西就是广东地 不带饭呢 你个把我都带跑偏了 你这包仔饭我河北味 河北包仔饭 这个绝对是我到了广东以后 最想吃的一个东西 我们来到顺德 怎么能不吃呢 怎么能偷偷摸摸的吃 不让你们知道呢 所以我们主要分享给大家 走 走 今天中午吃包仔饭 哎呀 馋死我了 包仔饭 到了到了 快来 这个店里好多人 你好 好 我听不太懂 不好意思 听不懂当地话 好久没看到我 是啊 啊 你认识我吗 啊 好好 好好好 你认识啊 好 但是不是谁文字啊 谁文字啊 然后呢 也是汇州的 和你 哦 是吗 可能我都不记得了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当地的地图是吗 我错了 我是错 老板来了 你好 吃什么饭 吃什么饭 看一下那个黑板 可以上下左右随便拼 上下左右 我就是可以这样这样这样拼 随便拼就没事了 我先来 你先来 我先来来个鸡肾 帅鱼 对 给我夹个猪肚能夹得了吗 可以 三个也可以 可以 没问题 我要腊肠 叉烧和牛肉 这个还有空间往里面窝蛋吗 可以窝蛋 我也窝一个 旁边还有蛋 等一下 如果要走去西起就按西起来收费 就按西起来收费 就那么拼 只按里边其中最高的一个价格来收费 对 好 就一下吧 好的 谢谢老板 有没有人和我一样有这种习惯 就是看着包带饭 就是制作的过程 会特别的舒爽 它那个米饭生米放进去 然后快熟的时候把那个肉也放进去 左手都会带着非常厚的一个棉布手套 就是为了掀那个这个砂锅 因为这个砂锅的温度会特别的高 它的火会非常的旺 你好 撒的是酒吗 啊酒 就听了那劈里啪啪的声音 就是很治愈啊 放油 溜着边放油 它把火关小了 你都没注意它什么时候关的 这肯定很影响 影响到最后 是否会有贴着锅边那种锅巴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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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喝的酒是吗 你去拿一瓶 不用 我在这存的有酒 存的有酒 吓我一跳 牛啊 你什么时候存的有酒 这个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姓猪 我们是港建筑的 我姓猪我搞建筑的 好 好 谢谢 你们尝试的 那个玉冰烧 对 让我慢慢给它开 让我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不停地给你塞东西 还有人给你喝酒 哈哈哈哈 这种回村的那种热情感 我们不认识 他好像是 哎 哈喽哈喽哈喽 你好你好 是不是回村的你看看 你抱一下吧 可以可以可以 人好高 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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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的 对 谢谢 我尽快说 就是那个猪大哥 他把我认错了 我可能很像他一个 刺藏相识的故人 来猪大哥 好 谢谢 大娇 这个老板 我刚拍摆他 那时候老板来了 他说 哎猪大哥 哎猪大哥 哎 哎 有种吉儿不清的感觉 哎 包仔饭端上来 下面一定放了一个小托盘 一个汤 最好的一个好处就是 可以不用着急 因为这个锅的温度真的很高 它一直给你保温 稍微慢点吃 锅底就会形成一层薄薄的锅巴 包仔饭最美妙的地方就是它的锅巴 然后这鸡蛋现在是一个 溏心的状态 哇 这鸡蛋现在裹上热腾腾的米饭 开始冒烟了 哎 快看快看 我在用米饭炒鸡蛋 然后酱油 包仔饭的酱油和咱们平常吃饭的酱油 我觉得是不一样的 是没有那么咸的那种 偏甜的那种 用它那个热气和酱油 肉汁还有米饭 很好的一次融合 太香了 它不停的有那个香味出来 我快不行了 我好饿 我好饿 我第一口一定要吃辣肠 一定要挖一大勺 挖一勺米 然后放一块肉 看这杯 是这样咩 它为什么死我 因为这么紧 它死我 我要问 怎么样 是我一直想吃的那个味道 一口就到广东了 我推荐大家点广式辣肠了 因为广式辣肠它本来就甜甜的 就是酒糟或香的那种甜味 配上了酱油 很适合的用这个小包 做出来的这个 把味道都包进去 这一勺是刚才因为 把鸡蛋都拌进去了吗 它那个蛋液裹在米饭粒上 这个鸡肾是偏硬的很脆 配上那种软糯的米 嚼起来之后口感很复合很香 包仔饭的味道是很深厚的 深厚这个词好棒啊 不是我的搭道都说不出来这种词 确实包仔饭的味道是深厚的 就是你把它前面去剪掉 就是留我那一句 鸡蛋鸡蛋 加那个鸡蛋鸡 过来好鸡蛋鸡 哦 给我好吃 好 谢谢 你先忙 看你这种没太多了 我忙了 好 你是老板的老板吗 他要跟你说一句我忙吗 这个包仔饭的老板福特的 真的非常棒 它一个是青椒圈 可以放在包仔饭里拌 一个是他们这种当地特制的辣椒 和米拌在一起吃 它这个辣椒酱有甜度的 但是它会稍微提出一点点辣度 看见这个菜 扇鱼 这个扇鱼你放到嘴里面 把一个舌头滚了一串 肉就脱落了 吃起来非常的滑嫩 我再吃一口叉烧的 叉烧的味道也很足 波巴 包仔饭的精华 像吗 真的好 那当然 那米鱼呢 像你地盘的 我真的是好招 大哥和大娘们喜欢 不是啊 大哥 大叔 大爷们的喜欢 武汉还有人认得大儿子 对 还有当孙子 对 你说说别拍我行不行 你为什么拍我 我这些弟弟们马上像我孙子 我一看你就觉得像我孙子 这话说的全世界第一 全世界第一 有孙子点个赞吧 谢谢大家了 盗墓 盗月社沐沙 第一次来顺德吃饭 然后发现这里很多的餐厅 都会放这种酒架子 大家写着自己的一个代号 酒如果喝不完 就可以放在这里 我为什么会突然想到 存一瓶酒放一瓶酒在这里呢 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看到有一个大叔 他坐在这儿 坐在这个位置 他有一种义正言辞的感觉 他吃了四十多分钟 五十分钟一份包仔饭 他这样吃的 他吃的慢悠悠的 我当时被他迷住了 我就很喜欢他的那种 对待食物的那种感觉 一片子 一片子 ible 一片子 一片子 很 Funk 好 很毒 这个怎么样 蛮好吃的 好吃好吃 习惯吗 习惯 他是最喜欢吃包仔饭的 回去之后这几年 我买了个锅 然后失败了 自己做不出来 没事我教你 教我 对对对 就我跟你说 为什么你们买那个锅回去不好吃 一定要用那个砂锅 做包仔饭的成本最高就是那个砂锅 那个锅做十个八个就会快的了 就碎到了 为什么我们要哭那个铁线呢 如果你不哭那个铁线 那个盲火包的时候 一开始就炸开 超过差不多一千几百度的 一碰一个八的 就这个锅很烫的一开始 老板真的很有耐心给我们讲的好戏 肯定要不去吃牌家定义吧 餐厅都是服务场行业来的嘛 我觉得这个餐厅一定要 好不好吃 一定要吃得开心才是真的 我问你做过一个问题 就是你认为 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 看到那些客人来帮钱 其实开心 对 觉得挺好的 临走前 热心的老板还详细教了我们包仔饭的制作 希望回家能够尝试成功 这次来顺德 除了吃到好吃的美食 有句顺德话 也让我们印象很深 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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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视频 也能把好的心情 传递给大家 好 快快走 快快走 快快 快 快 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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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